上次和大家試完旺角太子的人氣米線 今天當然要來到荃灣米線的集中地 我自己是住荃灣附近的 但我發現做Research的時候 有幾間我未吃過的 就是雲家和現在走到第一間那間魚村米線 吃魚湯的米線 所以我都挺有期待和新鮮的感覺 到了!魚村米線 因為附近沒有什麼行走 所以我都很少經過這條路去吃米線 所以這間我真的沒什麼吃 不過看到吃魚也挺適合的 終於可以試上這個圓條的煎爐魚 一看上去表面都煎到金黃色 很吸引 然後看到剛才我撩開它的皮 哇!也有很多肉 大家看到嗎? 嗯! 我覺得這個魚是滑的 但我覺得沒有魚的鮮味 但是我挺喜歡的 有很多肉的 我挺喜歡的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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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湯的顏色 其實它也是奶白色的 我覺得有點淡 所以就拌入鱸魚 再加上米線吃 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嘩! 好像是呀! 因為一吃魚 加上湯的米線也覺得不錯 巴蘭花蘿 我覺得以60元來說 我覺得它這麼大條魚這麼多肉 米線量也挺多 我原來覺得是划算的 我最不想發生的畫面 終於都發生了 就是休息! OMG! 因為這間雲家是荃灣的米線名店之一 無論是關注組還是網上 很多傳媒都有報導這間店 雖然我自己住荃灣附近 但我沒有吃過這間店 我很想今次拍片安排這間店吃 怎料都是休息 即是無緣 試給大家 唉! 今天真的很黑仔 其實除了唯一 四波坊這裡 都有好兩間米線可以選擇 其中一間就是村美角這一間 其實它都很多分店 我都不多解釋 不多試了 其實還有一間叫雲米家 雲米家我就沒有吃過 因為之前來這間四波坊 就是吃唯一和村美角 所以這一間一直都是忽略了給我 所以我今次終於有機會了 可以試給大家 好!現在就先說一下我點了什麼 我點了... 這個真的特別 因為本來我沒預期原來紅燒肉 我以為是薄片的 哇!它真的整塊厚切 連肥膏一樣是半肥瘦給我 大家看到它的肥瘦是很分明的 很美味 這個紅燒肉 剛才它燜得很軟 而且又吃到紅燒汁的味道 很入味 又不覺得很鹹 而且大家看到這麼大的肥瘦 我可能會覺得很油膩 但吃下去的感覺是... 油脂香是很... 那個豬肉的香味很香 我覺得這個一點都不肥 可能我吃過肥瘦 就覺得這個... 濕濕碎 就試完它的豬腸 看看豬腸有沒有糞 很高質 豬腸沒有糞 清得乾淨 第二 就是它這個腸不韌 燜得很軟 因為外面吃的豬腸 咬不開 我覺得這個很好 還要代表處理得好 而且它的豬腸很新鮮 再加上這個... 重口味湯底 就已經披露了豬腥味 這個必叫 你看它的米線 是吸了它的湯的油 那其實呢 如果要說的話 這個湯是很多油的 那我點了小麻 其實整碗都是油多 不過我又覺得會不會是 因為它是比較貼近村菜 就是四川那邊的風味 所以湯都會偏油一點 大家看到它的米線 其實已經掛了醬汁 試試看 因為它的醬汁已經完美 浸了湯汁 加上油 所以其實你每吃一口米線 你都會吃滿滿的油香 對呀 有沒有人吃米線 會有湯 如果我想大家 是有湯的話 應該馬上進去 立即有三高米 哈哈 第三站就來到 荃灣響和街一邊 我本身是想介紹 雲南過橋米線給大家 這間都算是幾多人說 但我發現 它對面街開了一間新桂香園 大家看到嗎 新桂香園的米線 我聽CAMMAN哥哥說 因為他在婦人上班 所以他告訴我 跟同事放飯 都會試這間新桂香園 味道跟雲南過橋米線 都差不多 今天就決定進去試試這間 未吃之前 因為這間餐廳 大家都很靜 所以我進來這裡拍攝 可能我自己都不知不覺 那間小聲一點 他們是粗生人 大家內心一點 今天我就點了炸豬扒 和豬潤 還有它的雞肉 我看了一個餐牌 就說它的豬潤和豬潤 有個心心 應該是一些椒牌 我覺得最棒就是 它有淮山麵 通常都是在車仔麵店 才會見到可以選擇 想不到米線店都會有淮山麵 那我試試看 淮山麵很爽 因為我之前也有自己買過淮山麵 煮起來是粗身一點 但它這個就很爽滑 你不說的話 可能我真的不覺得它是淮山麵 而且它的淮山麵很掛汁 很吸湯 那我先試它的炸豬扒 其實我最理想的 炸豬扒是分碟 我忘了跟它說 分碟上可以保留它的脆度 不用浸到湯 它的炸豬扒很鬆 它的炸豬扒很粗 而且它的外皮也很香脆 這個炸豬扒很好吃 先試一下豬扒 它的豬扒很厚 大家看到 它的豬扒沒有腥味 和怪味 所以處理得很好 吃起來也很爽 先試一下雞肉 我挺欣賞雞肉在這麼大片 因為我吃淡仔的雞肉很碎 所以基本上是吃雞絲多於雞肉 這個大家看到也很大塊 挺好 雞肉也不粗 挺好 但是我覺得整碗要我去評價 我最喜歡它的淮山麵 做到很爽口 如果大家不想吃米線那麼飽 我覺得淮山麵也絕對是一個好選擇 最後一站來到香車街街市 大家都猜到是哪一間米線 就是荃灣我認為是小米線 應該說是我自己 香港小一好吃的米線 老闆娘 好開心 今天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好運 首先來老闆娘是不用排隊 我已經等了五分鐘 就進來 然後坐下來等了十五分鐘 就有食物 我眼前就是胡麻椒湯的米線 還有進來老闆娘有吃什麼 吃炸蜜 炸蜜 這裡有雞球 蝦膠魚撲 攝影師點了魚肉春卷 還有酸辣雞翼的 麻辣胡椒湯 表面已經撒了很多胡椒粒 還有就這樣吸 立即香料的味道 立即通到鼻 好事不宜遲 現在先試湯 咦 我覺得自己可以再辣一點 這個我吃了小辣 我覺得不算很辣 米線煮得剛剛煮 而且米線我煮到廚房 是逐碗逐碗煮的 所以大家要有點耐心去等 我現在的舌頭是悲到 開始有點打擊 說不出話 首先我第一口湯 我覺得它的胡椒味 是吃得出一點的 現在我多吃幾口米線 然後喝了幾口湯 我覺得它的麻 是慢慢地出來了 現在是超級麻 現在是麻的 麻味多過胡椒味 我覺得這樣很出色 我試試它的牛腩 很軟 它是很韌味 它和湯底是融為一體的 雞球很多老闆娘粉絲都必要 大家看到嗎 很脆很脆 而且它是做到外脆內聯 就是一種 它的雞球真是好吃 我喜歡 我看到大家來老闆娘 其實最好 叫多點朋友來吃 大家可以叫整桌炸物 大家可以多吃多點 因為它幾種炸物都很好吃 而第二樣就是蝦膠魚撲 魚撲炸到超級無敵脆 裡面的蝦膠 好滿足 再來就是試它的玉肉蔥卷 它這個蔥卷的褲皮 剩得很薄 不過這個就覺得環保 它這個魚肉味 沒有普通通 這個蝦膠豆腐比較出色 繼續吃繼續吃 先吃一個雞翼 很大塊 通常我出去吃的雞翼 都是比較小塊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表面是很飽滿 雞翼不知道有什麼評論 好吃 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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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麼多樣小吃 我覺得 如果你點了雞球 可以不用點雞翼 雞翼 雞球是出色很多 比起雞翼 本身呢 今天計算了 是吃五至六間米線 但是呢 吃四間已經是我的極限 今天吃過這四間米線 我覺得最好吃 都是我最愛老闆娘 老闆娘真是誓一 我覺得是全灣區 甚至是全香港 我覺得最好吃的米線 今集的肥表大團來到這裏 下集如果還有一做米線的話 就下集再見了 拜拜